这节课呢,我们也讲新内容 山石的村法呢,点子村,我们讲了米点村,雨点村 这个在山水画当中呢,用的都比较多,比较常用 而且,尤其这个雨点村,这个宋代画家,放宽就用这个 这个鸡房呢,春房呢,画的西山星旅图 所以说呢,它是从传统的角度来看的,它也是一个,什么 比较这个,主要的一个点村法,山石的村法 咱们这景呢,还是讲点子村,这景呢,我们讲豆瓣村 豆瓣村,豆瓣村那有二个圆子 黄豆瓣啊,这都啥,啥豆瓣都得是 这个我可不忘了 豆瓣村也属于点子村,一种 它实际上,也是宋代著名画叫关童 它运用的村法 关童有一幅作品叫西山带渡童 它就用豆瓣村,对吧 这是用豆瓣村 这是用豆瓣村 它的用笔方法 豆瓣村 是横用笔,和这个点子村 那边运点村,那边运点村 相似,横用的 就宽敞 宽敞 宽敞 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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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工 那个童 这个童 淡墨 不要用浓墨 先用淡墨 淡墨 它这个不少 把鼻尖要动扁 捏扁 捏扁 把鼻尖 捏扁 把鼻尖捏扁 捏扁 是不是有点儿 不容易 捏扁 捏扁 怎么用呢 点出豆瓣形呢 有 豆瓣形 什么形呢 前边半圆 后边是直的 对 豆瓣形 前面是圆 前面是圆 对 后面是直的 对 前面是圆 对 对 切个豆瓣形 啥事的 这样是的 像 像是地似的 对 前面圆 后面是直 后面是直 这个横用笔很难表现出这个 所以这个要练一个阶段 不练阶段就表现不出来 但是不能每一个点子都这样是的 那就当务 所以说咱们话说 只要用笔 这么用笔就行了 不是地 不是地 一刀 不能一次存完 可以几次存完 可以几次存完 你也要整到 好 可以几次就存了 好 可以几次就存了 这个再练了 这个再练了 那再练了 平了 平了 把这个笔 当扁的,笔尖称扁形,看见没有 不是尖的,笔尖称扁的 横用笔 横用笔 横用笔尖称扁,姚弓弓 横用笔尖称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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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筆尖 用筆尖 筆尖 这谁喝的水啊 这样不爱吃吧 不爱 点一点 拿出筆来 试试点这个筆尖 点点豆瓣 试一下豆瓣 火上 火上 小指 我等着我这三次 那是棒棒 这个是 不是画好 我先点 我先推一下 几个壶下来提到的 憋一口劲儿写 我用这个画成画 写的时候注意书密关系 咱们以前都学过 书密关系 该密的第一个书 根据试试试的结构 不一定每个都那么像 但是用筆方法必须都没用 我看这也是立着你 是到处理 是 盆着和这个笔吗 是什么 点过去 再回过来一笔 要不回过来 就出不了 对 点一下 回来 就是半圆 一个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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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 嗯 在生便宝还是那个圈ival 把这个 笔尖 颤磨 上扁的 这家伙最劣的地方开始でき出 哎呀呀呀呀呀呀 Ja 咋子萍面了呀 咋子呢 这个有雨点 从您叫着 这咱们都觉得找回事了 对 我一多着急 洗完 知道吗 这个很慢 这个可能慢 我得洗脏 豆瓣行 你往上也洗一呗 往上也洗 对 不松 像那个虚光啥子 这个豆瓣就得冲那一面吗 对 豆瓣也冲 但是那个不好冲一下那边 你不要 好慨 你吗 我这撑软眼睛 你呀 哎呀 哎呀 前面是直 后面是远远的也行吗 老师 前面是直 后面是远远的 我这豆瓣反着呢 反着呢 冲了一个混热头再冲 再冲 再交二十米 老师 是不是也得干米啊 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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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米也行 就注意点 控制点 越吹越多 越吹越厉 可以 也可以重叠这腰 好 不用一边炸的 是不是 大块小块就行 这都一边大 都一边大啊 还没花有料 哎呀 我肚子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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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olo 点 大 点 点声 别人一点得高很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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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